戒律作为我们的基准 那么希望我们的身口意 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们好幸运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 是一个宗教中最圆满的宗教 我们好幸运 真理中的真理佛法 所以呢 人中的尊贵 人天福天 以身权作我们的模范 朋友修行的助援 所以人家 以佛为师 以法为道 以身为友 我们以佛陀作我们生命归一 学习圆满的老师 那么以佛法作修行的道路 以身权成为我们 走这条菩提道的 凉拌住员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好像出家十几年了 那一次 然后我过去的同修 他突然来参加法会 这个我就会拉警报 我不能有世间的心态 想法 那时候我不能 耶稣对方 然后 那个很少跟他 很久没跟他讲过话 因为他开口 开口 跟我讲话 然后我 我只有问他一句话 我说 你看我的十几年来 有没有改变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 那我想这个学佛很重要 因为你太了解我了 对不对 夫妻七年 我还会想了解了 但是你有没有进步 这是我最耿耿于怀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为了要利益众生 做一个菩萨佛 眼神 讲话 走路 都要改变 写字 没有一个地方 不进步的才行 所以我们叫 无言而鼻舌圣意 你不能再用你的烦恼习惯 来表达你的眼神 讲话的语气 因为你学佛了 家里贴了这么多佛像 拜的要命 最好都拿来供 你老公都嫉妒了 都不拜我 就像我妈以前在拜 我爸说 该拜的是我啦 有时候我老爸多专制 那是我妈妈 就像嗯 这样可以 台湾话说 讲个拜 拜你 因为他内心里面 不尊敬他 我爸爸虽然是一个 高高级的 知识分子企业家 在我妈妈的心里 可怜的男人 因为我妈妈虽然没读什么书 但他自我要求圆满 非常的圆满 忍辱 那我父亲虽然是一个 大企业家 高谈政治的 但是呢 他却不服气他 那对我来讲 我也是这样看 对 还是妈妈对 爸爸好像不太对 所以妈妈在家 我们就全部回家 爸爸在家 我们就不回家 所以我妈妈 有时候会打电话来 你老爸没在 台湾话说 你爸爸不在 我们四个兄弟 就通通回家吃饭 多温暖 你爸爸在 全部又不见了 所以一个人 当然他 对不起 我讲我父亲坏话 但是我只是比喻 就是说 一个人一定要做到 让别人愿意接近你 因为佛陀 菩萨 我们看到他很欢喜 甚至愿意去供养他 接近他 进一步很想学习他 进一步很想做他 那佛的弟子有两种 一种就是 希望从佛法得到好处了 这个叫解脱道 正阿罗汉 第二种是 佛你成佛了 我一定跟你一样成佛 这个叫菩萨道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讲的是菩萨戒 但是你要送菩萨戒 你还是必须从基本的 归 送五戒 把观摘戒 身口意的十善戒 然后知道怎么做菩萨的 菩萨戒 来进步 特别这一次 我必须强调 我们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我刚刚讲的 刚刚他们跟我说 还有西班牙的 我们 听说这一次英国来的也很多 英国来的举手一下 大家鼓掌 所以还有几位 德国来的 西班牙来的 比利时来的 所以我们伟大的祖国来的 新加坡来的 马来西亚来的 有没有净土来的 净土来的 所以我想韩国 韩国都有 但是我很愿意 就是说 这是我们华人 很好很好的地方 因为 每个地方都有唐人街 然后 特别大称佛教 我跑了这么多地方 真的还是要靠华人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痛苦 也是我个人的自卑 我们没有办法把佛法 直接跟荷兰人 跟西班牙人 跟德国人 做交流 那交流当然透过翻译也可以 但是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有发愿 各位最好也发这个愿 下辈子 投胎座人 从小就学 我认识一位美国法师 会讲九种语言 所以在中国的祖师 有还意味着 从哪里来讲 三十六国语言 那这样才可以吧 佛法 但是我讲 会讲九个语言 那个法师 有一点孤僻 所以他九种对他没用 他只是一个自我认真的人 而不是学习佛法 要跟别人交流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大家互相结合 为什么呢 关心整个世界 这个叫菩萨界 如果你来说菩萨界 我想要得到菩萨界 但是跟我老公没关系 跟我隔壁的荷兰人没关系 那这个就 这个跟菩萨界也没关系了 你把佛法当作一种 一种自己要用的东西 所以 像我的师父 跟我的父亲同样 他们要我跑遍全世界 他说 你要学习各国的语言文化 现在的人必须做国际人 空性 没有国家 没有种族 虽然我们在元起的外表 我们是华人 黄种人 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台湾 来自于新加坡 但是呢 如何融入于世界 自由人 还不够 融入于法界 我们对地域二轨道 所有法界都能够配合帮助 那学佛当然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叫阿姆斯 就是 绝不害众生 希望您的存在 不要伤害到任何生命 甚至你在德国上厕所 该缴钱就缴钱 你不要不缴钱 因为有些人 我发现现在有时候 我们东方人到西方来 有点被批评 被批评 就像那天有人跟我说 那个鸭子那么漂亮 碰到我们华人 搞不好给他抓掉吃掉了 我说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 但是如果碰到真正的佛教徒 就没有这种事了 对不对 我们不会只只点点说 那一只好不好吃 我们只是在关心 那一只要吃什么 我们要不失食物给他吃 要跟他结缘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有一个 借 就是决心 从今天开始 不管碰到任何状况 你把我打成肉酱 我都不会报复你 伤害你 所以别人手上哪一只老鼠 告诉你说 你打死那只老鼠 我就不伤害你 你不打死那只老鼠 我就把你手给打断 那各位你要决心 这个叫戒 这个叫基本的戒 不伤害众生 所以有一个老二上 真的是这样被逼的 结果呢 他一点都没有去伤害 对方呢 真的把他手给打烂了 然后呢 那只老鼠至少活了 旁边的人很不舍 但是后来他徒弟就问说 老二上人家在伤害你 你不痛吗 他说我虽然很痛啊 但是呢 我这只手啊 就是我的戒力 我看到他就想 好在我还会慈悲哦 好在我没有去伤害他 我虽然没有伤害他 我手烂了 但是我保留了我的一个 很好的动机 这是身为出家人 我应该做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应该做一个 这样的决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会告你 不会报复你 无条件的 接受你对我的伤害 但是我依然不会伤害你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做一支 有毒蛇的锐利 却没有毒蛇的毒牙 释迦牟尼佛过去 做一只狮子 它是吃水果的 你说你如果 天方夜谭 那是真的 这只金色毛的狮子 在沙漠里面 它的目的 它就是保护那些 在沙漠受伤的 任何一个小动物或人 这是它的愿力 它是不会为了 自己的生存 去伤害到任何一只小生命 所以佛陀 生生世世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友情 他永远不会去伤害 小只一只蚂蚁 那这是我们自己要 心里面做一个决定的 就像我结过婚 我也跟我过去 那个美丽又漂亮的 又有钱的太太说 如果你决定跟我结婚 我有一个条件 她眼睛瞪得大大了 我说就算你外面有男人 我都爱你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 他就哭了老半天 那我说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还哭 他说这样代表你不爱我 我说这个 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 我说没有 这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以前很坏 那时候我既然决定 要跟你结婚了 我绝对不愿意伤害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伤害我爸爸妈妈 我也不愿意伤害你爸爸妈妈 如果他知道我们两个 何不何不来 他们会伤心的 所以我也不愿意 甚至我后来有小孩了 我也跟他讲 无论我们两个夫妻 万一哪一天 为什么事情意见不合 但是在小孩子面前 千千万万 不要有一点点不高兴的 与人行为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怕伤了他们的心 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 在佛经里面这个很好讲 念一下菩萨种性 这个菩萨种性是天生的 也就是说各位要受菩萨戒 一定是过去世 有受过菩萨戒 然后你听到了佛法的菩提心 你愿意来这么做 然后你就 这样以后 所以你就会去体贴别人 所以不让爸爸妈妈伤心 所以各位你想 为什么佛经里面说 男女离婚要下地狱 为什么 爸爸妈妈都伤心 祖先 怎么办 儿女怎么办 活生生的 把他给拆裂了 所以现在的西方社会 一进步以后离婚率高了 那叫个人主义 意识高涨 他很少去顾虑别人 他只想自己 所以我想过去种种放下吧 我们以前错了就错了 现在开始 对不对 这个比较重要 过去你喜欢吃龙虾螃蟹 这样一听 这不行了 不能吃了 因为吃龙虾螃蟹 那些抓龙虾 杀龙虾 煮龙虾 都要下地狱 都为你要下地狱 那这龙虾本身 就不用说了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想到 会这么做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 是在这个观念之下结婚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过去的同修的妈妈 她依赖我超过 我太太几万倍 我结婚是因为 我那位丈母娘来求我的 她那时候有一点可怜 无依无靠 所以 她好像表达说 我是她生命的依靠 奇怪 她跟我长得很像 这人有溯源的 所以我也很愿意照顾她